Namotas bhagavattu arahattu samma sambundas 离尽他世尊阿罗汉圆满自觉者 今天让我们来谈谈好命和苦命的课题 朋友们,你们想不想做好命的人 好,那让我们了解什么叫做好命 什么叫做苦命 有一种苦命,它是有点天生的 就是过去的业的缘故 你脱身在一个不愉快的家庭 贫穷,很多争吵,不快乐 那就是苦命 每个人都懂的,这种苦命每个人都知道 这种是好命,天生下来就有好的父母 好的亲人,然后好的生活环境 那很好的机会,那这是好命 好,这种好命,苦命,它是自然的 你可以不可求,你要这样的好命 但是呢,如果因缘不是如此,那你求也求不到 那除了这种业所带来的决定的好命和苦命之外 我们能不能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 决定我们的生命是好命的而不是苦命的 可能吗?这是可能的 那我们要培养,只要我们培养一些好命的个性 我们的生命就会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转向好命 好,那这一类的好命呢,让我们研究一下 这种好命呢,你可以看到生命上出现的 比如说,它可以扭转它的生命 从贫穷,白手起家,转成富裕 从潦倒,转成成功 从身边总是不善缘 总是不如意的事情 转成,好像什么事情 如意的事情,总是往它身上涌现 总是找上它 有没有这种人的存在 就在他一生你就看到他的改变 从不如意到如意 那如果我们细细细研究 怎么样的情形之下 一个人能够决定他的生命是好命的呢 通常呢,如果要总结 用一句话来总结 就是任何人他懂得去把握自然界的法则 了解自然界的法则的人呢 他就会好命 因为他懂得用法 过去的业,照相的业,带来什么果报 这个呢,可依不可求 一道的好命就已经是好命 那是呢,后天后来的努力 通过自己的努力呢 转变自己的生命历程 那个是真正的本领 好,我们今天要着重要讲的 就是这种本领 你看呢 有些人他们不懂得珍惜的 总是眼前的东西不懂得珍惜 总要逝去的时候呢 他才来怀念,才来追忆,才来遗憾 那这样子的人呢,是苦命的 因为他总是看不到眼前的机会 那如果一个人能不懂得珍惜 他的生命就是好命的 他懂得把握眼前的机会 眼前的人,当前的人,当前的因缘 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 有些人呢,是他一到艰苦 艰难来临的时候呢 他看不出那是机会 他看不到那个转机 他就会在那边怨天怨地的 这样的人呢,他觉得苦命了 他就很难转出来 那相反的另一种人呢 他是如果困苦来临的时候 他会下决心 我要怎么转出来 我要怎么把垃圾变黄金 我要如何萧萧业忍耐 然后呢,用最美的心 最强的心去度过 那么呢,再把这个 成为我累计最殊胜的功德的 这个机会 因为在艰苦中累计的功德 累计的波罗蜜是最珍贵的 是其实反而是更强的 所以懂得这样做的 他就能够转变 他也能够因此而变成好命 还有一种呢,是珍惜 当一个人在顺境中的时候 你看,如果是苦命的人呢 他在顺境中 他不会好好地去承担 他的福报 他的福气 他的顺境 他会放异 他会把他的眼睛的好景 和机会搞糟 破坏掉 他等到他失去的时候呢 已经无法挽回的时候呢 再来懊悔 这样的人是苦命的 相反的,有些人呢 他是很有珍惜的心 他拥有什么一点一地的好 别人对他好 自己得到的好 他都会万分的珍惜 和好的把握 不敢放异 所以他会从光明走向光明 这样子的人是好命的 朋友们 这些好命的欲数 生活欲数 我们学得到吗 是学得到的 只要我们把这种生活的态度 建立起来 我们的生命慢慢就会转向好命 如果是本来就是好命的 那会继续的延续这一个好命的生命 祝福大家过一个好命的人生 我们的老师 我们的老师